《太极拳论》 现在我们来看《太极拳论》 虚灵顶尽、气沉丹田 不辨不移、忽隐忽现 所谓的气在太极拳用气里 不是指呼吸时由鼻孔进出身体的空气 也不是指练气功时透过呼吸以意念导引运行于经络的内气 也不是练气功时以内气发之于外的外气 太极拳的呼吸方法是以自然的呼吸为准 它的隐落何处是隐落何时为吸气 吸气时为为收小腹 出时为呼气 呼气时为为鼓小腹 但是太极拳炼技用技时的呼气、吸气 是以自然呼吸为度 是配合弓手节奏来调节呼吸 只要均匀和调节呼吸 不可以勉强吸气或勉强呼气 更不得强手小腹或强鼓小腹 太极拳炼技时 不需要像炼气功那样 刻意地把气息用意念导入丹田或经络 而是采取柔和不用强力 而是采取柔和不用强力 随着用技隐落何处的节奏 自然形成该轻则轻 该重则重的自然呼吸 所以太极拳炼技用技 不必刻意地用力吸气或呼气 所谓气成丹田 这个气以直性来讲 气是最轻、最纯的 气是指最有整体力量的 气是指最无定型、最无定向的 气是指最能流动变化的 气是指静至呼引、远至呼陷等 所谓气成丹田的气 以太极拳来讲 是指练太极拳的方位技术、禅法技术 以及三合技术之后 整个身体练到大松大柔、极松极柔时 身体和四肢的结构 越来越精熟这种松柔的用技变化 因而形成身体的结构 能够随着诠释不断排列重组的流动形态 这个流动形态就称为气 这是身体就如同从固体转化为气体 也就是身体 也就是身体因松柔而由固体产生气化的样态 所以太极拳讲的气 其实就是舞者松柔气化之后的身形 并不是指舞者的呼吸之气 所以呢 当我们的身体练到气化之后 身体就更能够像气一样流动变化 因此能够随人而动 更能够阴底成体 如风中之云 剑中之水一般 深深不息的因时因地而变动 如此之身形就是太极之气 我们前面讲过 太极无论是阴是阳 都是气 其中没有任何干物 阴阳二气 静和之后 则称为太极一气 所以太极也是气 因此才有太极一气之称 所以太极拳是松柔气化之拳 真正的太极拳 要追求像气一样松柔 当全身练到即松即柔之后 头部身体和双手双脚 在用尽时会全部松透 当头部身体和双手双脚 全部松透时 这时候身形的变动会像气一样轻 身体的重力就会完全集中 沉坠到身体的中心 这个中心就是在我们肚脊下方腹内 俗称的丹田部位 这样身体的重心就会更集中 重心就不会再用尽时散乱摇晃 造成身体歪斜而失重 这就是权论所讲的 气成丹田 不偏不倚 为什么王宗月太极拳要气成丹田 也就是为什么王宗月太极拳 重心要放在人体中心的腰腹丹田 而不是像一般太极拳要求是放在脚底涌泉呢? 因为王宗月太极拳不是像别家太极拳那样 以永拳发劲来攻守的 王宗月太极拳是属于悬吊系统的太极拳 这种悬吊系统太极拳的用技方式 是用全身之气来鼓弹而攻击的其尽道的主要来源 是来自身体的鼓弹 并不是来自脚底上船的尽力 王宗月太极拳是主讲身形流动性的平衡 不是像一般太极拳那样主讲站定性的平衡 王宗月太极拳攻守时 人就好像在空中飞翔 而后扑极的鹰一般的攻击 或者像鳄鱼将猎物拖向水中 不停翻滚一般的攻击 这种流动性的平衡 不是借着脚稳固站立来平衡 而是以人体的中心腰部单点为重心 不断鼓弹攻守 以达成全身的平衡 所以所谓偏移就是身体失去重心的现象 偏就是乙 乙就是偏 偏乙就是不正 重心歪离敌人叫偏 重心歪向敌人就叫做乙 所谓不偏不乙 就是重心不歪离敌人 重心不歪向敌人 也就是说 无论身心是身是居是腹骨是羊 全身重心都以身体重心的单点来维持平衡 不能有任何歪斜 因为重心歪斜人就会轻的 当太极拳以大松大柔 虚灵顶劲的悬吊方式运动 自然能够气沉丹田 所以千万不可以用意念或呼吸去气沉丹田 否则整个头脑的意念就会集中在丹田 意念反而无法集中于对敌的弓手 这是太极拳的气沉丹田 和气功的气沉丹田完全不同的地方 学习者一定要注意不可以混淆 太极拳用尽的气沉丹田是松柔技术自然而然形成的 就像我们提起一个装水八分满的塑胶带 由于带子和水都是松柔的 提起时整带水的重心自然相成 所以你只要专心练松柔技 自能气沉丹田 且不可因为过于在意气沉丹田 而将意念专注于气沉丹田 否则会道果为因变成炼气功 而不是炼太极拳